民進黨有說 您在開調安倍先生的時候 同時應該要記得中國的事情 是不是要停辦商城論壇 我跟你講喔 先回答 我有看到媒體說什麼綠營 請問綠營是誰 綠營是誰 我跟你講喔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都直接去跟陸委會報告的 我跟你講啦 是這樣啦 大陸對台灣 有沒有 我們跟大陸之間有沒有衝突 廢話 當然有啊 是不是關係不好 當然不好啊 兩邊常常 我常常說 我每次有時候跟那個大陸有關的人士抱怨說 欸 你也要停台灣的農產品 你也稍早一點通知好不好 你至少要在講的時候 大家心虎口虎 兩天後跟人家講 三天後要停掉 這個大家 就算你有理 大家都很不爽 所以這樣啦 兩邊 就是因為關係不好才要交流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們不能 欸 台北市要辦什麼雙城論壇 拜託 每一樣都是有去跟陸委會報備的 你要是陸委會說不辦 你就陸委會出來講說 不准辦 行政命令 你們不能 什麼都知道 然後又放狗咬著 我就非常生氣了 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我們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現在有三種不同的好康組合 購買的時候呢 不要忘記我們有非常多的這個折扣代碼 可以給大家來輸入 可以享有一些優惠好康